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跟大家看過移民花生的 有香港人移民去英國 大家多少都聽到的 似乎不是那麼容易找到吃 之前大家可能都會聽到 有些香港人過到去 去工廠打工 都不是特別好的工作 都要爭著去的 近日有應該都是移民去英國的一位網紅 就訪問一個事件的一些事主 當地的法律人士都說 事件涉及直接歧視 或者叫種族歧視香港人 但是結果就是十幾名的二英港人被炒魷魚 訪問片段裏面 就說到這班的事主 就是某工廠的一些A準員工 就是中介公司外面找回來的人 去工廠上班 事件就說到 之前工廠那裏就有一個長工代表 提出了一些訴求 他們有很多員工都有簽名 包括A準員工 是關於改善公司的工作環境 以及可能涉及某些歧視行為 是這樣的 那麼影片當中 他們就有說到 在工作過程當中 例如你建一個崗位 可能調去第二個工作崗位 其他工作崗位 這樣 但是他們就發現了 香港人就會被調派去一些 工作量大 又或者需要急速完成的 那些工作崗位 簡單說 就似乎是專門調香港人去一些 工作壓力 或者比較困難的工作崗位 就是這樣 那我還說到 而且叫你的時候 又很不禮貌 甚至你正在做事的時候 他們都擺出一些面口給你看 又或者是語言上的衝突 就是說 一方面擺你的位置 就似乎是故意給你一些 惡噓的 給你做 另一方面 對待香港人 似乎那些面色 就 不是那麼好 那之後呢 那個網紅 就在另一個畫面 就有打電話給 當地的一些法律人士 那樣的 那位法律人士 就明確這麼說 這些行為呢 是明顯屬於 種族歧視 或者直接歧視 那樣的 即是 我們又不執著法律問題 總之 似乎肯定是 乃了歧視問題的 那我的事件呢 就說到 經過上個月的事情 那就衍生了另一個行動 那 就說到 有一位長工的代表呢 就著 剛才所提及的那些事情 那 訴求之後 就演變成了一個 公司覺得 那些員工 即是包括長工代表 A準的員工 是去罷工 那樣 那 當時人他們就表示 當時呢 長工 和A準員工 是一起去提出訴求的 那 甚至 長工的人數比例呢 是更加多的 那 但是啊 啊 長工的員工呢 在事件 當之後 當晚呢 就繼續開工 而那些 A準員工呢 就全部 被趕走 那 那 A準員工呢 還表示啊 當晚呢 是根本 不清楚那些流程的 大家都很亡言 沒有想過就這樣 被定義為 罷工 那大概意思 就覺得這樣 冤枉啦 因為啊 那些A準員工 自此之後呢 大部分 都沒有公開的 又或者呢 直接是收到 那些什麼 離職通知 那樣的 那 那個網紅呢 就又問那些 法律人士 就表示了 這個呢 絕對稱不上 罷工的 但是呢 就有機會 被視為礦工 那首先呢 罷工 是必須有工會 要有個表決 要給公司 一個通知期 那樣 所以呢 它是 明顯 不屬於一個 罷工 但是呢 礦工呢 其實是更加嚴重的 因為正常 你是什麼員工 都好 你跟公司是有份合約的 那 例如你會講到 某段時間 你應該去幫他做 什麼什麼 那樣 所以呢 基於這個礦工 僱主 這個情況 甚至 可能可以 去索償這些員工 的礦工 所導致的損失的 所以呢 其實在這個情況下 不要說 罷不罷工 如果不罷工也好 算礦工 對員工 可能是更加不利的 那之後呢 網紅呢 也有打電話訪問一位 是曾經在中介公司行業的 之前的員工 就問他 那那個人士就說 Agent 公司呢 你其實呢 就是幫 你可以當它是一個 異判公司 那樣 那職責呢 就是幫個大判 找人來上班 那那個生態位呢 就好像香港地盤散工那樣 那最終的 話事權呢 其實都是在大判手上 那麼 異判的角色呢 就是打手 那幫他 承擔風險的 那最後啊 當事人就覺得 整件事 最不滿意的 就是 啊 長工 將他們所經歷的 不公平 那當成是 A準員工的 不公平 那一名當事人 還表示 那時候呢 長工代表 還叫他們 識事靈人 那但是啊 你打爛了 十幾個因的飯碗 講句 對不起大哥 都沒有啊 我怎樣 識事靈人 那他們也有講到 之所以會做A準員工 那都是希望 轉長工 那因為 長工 無論在福利上 各方面都比較好 那之後呢 網紅都問了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 就說 你們認不認同 英國的職場生態 就是這樣 那他們就有人表示了 不認同 但無奈 都要接受 沒有辦法的 那最後他們還有講到 希望香港人能夠團結 那這件事 A準員工 成為犧牲品 那都是因為 因為大部分香港人不團結 就導致這件事發生 這樣說的 那對於這個事件啊 有網民就留言表示 那其實自己有簽名 那應該要扶回責任 那在簽名之前 是不是應該要問清楚呢 說人家放你們上台 但是你們沒想過後果 就參與 那也都有網民就表示 浪費鬼氣 整班人的邏輯思維 還好似剛剛出來做事那樣 那本身就是part time 你搞這麼多做什麼啊 擺明被人利用擺上台 這些是根本上呢 就不關說 和香港人團結的事 在香港一樣有這些事發生的 那關於這個事件 關什麼 香港人團不團結什麼事 這個疑惑 那Simon呢 做一點點的補充 那Simon呢 即是關於這個事件 合理懷疑 長工代表 或者參與行動的那些 長工的員工呢 大部分是香港人 為什麼有這個合理懷疑呢 就是其實他們都有說 訴求裡面 是改善工作環境 以及那些是不是歧視香港人 那些supervisor 是不是專門派香港人去一些 比較難做的工作崗位 那樣 所以啦 即是你會看到 訴求本身都有圍繞著香港人 那所以呢 我合理懷疑 長工的員工呢 都是 大部分是香港人的 然後呢 其實影片裡面 他們都有說 那參與行動的 那些長工的員工呢 人數比例呢 是比A準員工還多的 所以我也合理懷疑呢 主導行動的那些 是那些長工的員工來的 那兩個事件 合理在一起 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是另一批香港人 主導了這個行動的 那 然後呢 那 我是比較認同 擺上台這個講法的 就是 有人就叫你 喂 我們爭取香港人權益 那 不要讓一些supervisor 歧視我們 那樣 那一起衝 那結果 都真的有人一起衝 只是沒想到 哦 不同人 是有不同後果的 那 結果呢 A準員工呢 就復了 爭取那些 什麼 奇不奇事問題 那結果呢 就被人炒了 魷魚了 是不是 那這裡呢 有擺上台的 說法呢 就是 又是另一種懷疑來的 大家要想 一家公司 就是 例如 需要一百個人開工 哦 那現在呢 因爲這個事件 就炒了 可能三十個四十個 A準員工 那樣 那剩下那六十個 那起碼這一刻 那間公司 就不會隨便炒這六十個 呃 長工的員工 是不是 那算不算是 對那幫長工來講 是有些利益呢 就是 起碼這一刻呢 其實他反而是更加保障的 所以呢 就是那個 那些事主就有說 有說 說 希望香港人團團結呢 就 可能有人就會覺得 喂 這個時候 你不是應該跟我一起 要去罷工 啊 不准去炒 什麼香港人的A準員工 是嗎 那可能他會有這個想法 但是沒有想到 原來大家那個 後果不同 然後呢 就是 即刻就 另一批的香港人 就沒有理 這一批的香港人了 那整件事件呢 很多網民呢 就是執著於 啊 那什麼關不關香港人 團團結事呢 又或者 擺不擺上台事呢 那 故自然這裡呢 都是一堆的花生 那 Simon 還想 提醒一件事 事件的起因 是工作環境 以及歧視香港人的問題 那整件事 去到最後 就沒有提及到 公司有沒有去解決 這個歧視問題 這個才是刺激的地方 哈 那 就炒了 可能就是 啊 有些人就害怕了 然後就 不需要解決這班 supervisor 好啦 接下來看回新聞 今天是佛旦 也是一連一度的長洲太平清照 長洲中五人頭湧湧 長洲碼頭對出變得水洩不通 人流大旺 島上的市道 有售賣平安包的餅店 大排長龍 超過三百人等候 手信店也都圍滿人 那 指定食品 平安包 今年就有 加價到十一元一個 加價一元 那 負責人就表示 原本就擔心 今年佛誕 那不是連住週末 那可能會影響生意 那但是現場所見 今年的人流就比去年多 那人流比想像中好 希望生意額可以按年增加一成 那 那另外也都有部分店鋪 在店內外 以五十至一百二十元去出租凳仔 個別就借凳仔來谷生意 那但另一方面 也都有報道就指出 那出租度假屋方面的生意就相對慘淡了 那多個度假屋的櫃桌都沒有營業 那有負責人就伸 那旅客現在普遍不會過夜 市道極差 多間度假屋已經頂不住結業的 那再下則的消息 大家小心假鈔 那有報道都說到 今天凌晨一名大約三十至四十歲 戴口罩的男子 去到新蒲江的一間便利店 那以一張五百元紙幣 以及兩元硬幣買了一包香煙 那當時店員都有使用紙外線驗鈔機去檢查 不厭有渣 並且抓逐了四百元給對方 那名男子離開十五分鐘之後 再接返 拿出六張五百元紙 要求為他的支付寶增值三千元 因為對方的帳戶本身都有千五元餘額 所以最終只能夠增值千五元 退回當中的三張紙幣 等那名男子離開之後 店員開始覺得不尋常 於是再檢查剛剛收到的四張五百元紙幣 沒想到發現四張印上渣打銀行樣式的 鈔票號碼竟然是完全相同的 水印部分就懷疑被人加上螢光粉 導致驗鈔機照射之下出現有反光效果 但是整體印刷質素就一般 於是就通知負責人報案 再下一則消息 法庭就著元榮光批出禁制令之後 Youtube就表示將會遵守法院的裁決 在香港境內屏蔽包括元榮光在內的三十二個被視為違禁內容的視頻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郭佩帆表示 屏蔽該歌曲是合理的做法 他指出元榮光的內容鼓吹港獨 並且鼓動暴力抗爭 甚至被反中亂港勢力的支持者 視為所謂的香港國歌 有必要禁止他的傳播 並且用作煽動的用途 他就認為Youtube只是在香港境內屏蔽並不足夠 香港政府應該據理力爭 繼續要求所有網上平台 在全球範圍跟隨法院禁制令移除這個歌曲 郭佩帆也提到禁制令是清楚畫下紅線 加上歐盟以及美國等地都曾經運用法律權力 迫使Google移除有問題的內容 並沒有影響當地的創科行業 以及創意行業的發展 因此他認為Youtube指有關裁決 將會影響香港聲譽的說法是非常荒謬的 好啦 今天的消息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字幕視頻